今天下載的位置就是在火車上 你要包車才能體驗到的觀光列車 而現在是第一節車廂 也就是餐車跟客廳車 可以讓旅客自由地來享用 可以看到後面還有附屬的卡拉OK 就是讓旅客可以在車上還場 而今天台鐵局長張振遠 也是特地來到參訪團 來跟大家一起還場 那你先來看一下稍早的畫面 再次看到是第二節的客廳車廂 除了一樣有很明亮的觀景窗 還有這個流線吧台 甚至還有這個迴轉座椅是很舒服的 可以讓旅客來乘坐 還有這個環繞著的立體音響 而這個改造車廂 其實是從去年就開始動工了 總共是有29輛的車廂 總共這次台鐵是花了7900萬元來改造 而最早其實在2001年的時候 有一個溫泉的公主號就已經開始上路了 而這回呢是用這個對開的方式 繞這個南回路線 讓旅客都可以搭乘這個環島的改造車廂 不就可以到美國了 谢谢大家